章話館是再來主要見普德的地方 但是普德採取之後 村內的普德町就是一個要想辦法改革的問題 為了處理管理大量的普德町 章話館員完陳玉姬在今天管理會計算中 就要求管護愛家共普德町的處理 賣好普德町生為環境的負擔 一個拜日就是不清潔 陳玉姬先上上級能夠和章話館準備 就讓大家不清潔快樂 全章話館前古風普德 總共有11,138公元 廢棄普德基調今年就有356,000元 要怎麼處理這麼多廢棄的普德町 就是相當嚴重的問題 所以章話館員完成預計 就在今天章話館議會館前這孫當中 就要求管護愛家共普德町處理 由後改革環境污料的問題 葡萄廢棄的枝條 去化成了大問題 那今年3月 本席梅河彰化縣環保局 及第四河川局 在佐水溪裸落河地覆蓋 經過切碎的葡萄廢棄枝條 面積約3.5公頃 改善裸落陽城 同時解決了葡萄藤去化的問題 那葡萄的採收期 每年分為夏季的6至8月 即冬季12月至2月 本席要求縣政府能夠提前拜訪 第四河川局協商提供裸落地 不要城的季節才去溝通 提前做好準備 讓葡萄廢棄之條 變成陽城防治的 變成陽城防治的 發揮一間二故的功效 救通 甚至我們三月議員去 一起去 一起去的時候 河川局又主動把我們做變道 所以我們的葡萄藤 你現在變道都做好了嗎 都做好了 所以變道做好之後 我們今年 又鋪了這個 六百多公噸的葡萄藤進去 覆蓋的面積有兩公頃 那我們這幾年來 已經總共有鋪設八公頃 原來這個葡萄所的地方 都已經直升得非常的好 另外尖對水中保險的問題 但以外也要求 廣府農入住要做和選抵的工作 不讓農民的環境受到孫海 都知道稻米生產是彰化最廣大 最多人生產的農作物 請問一下處長 目前水稻保險執行為何 還有水稻收入保險 有比農業天然災害 現金救助好嗎 如果因為天然災害 出現零了水稻保險 理賠之後還能不能 還能不能請領天然災害的現金救助 水稻的主議員講的 我們是全台灣 種植面積是最多的 第一期差不多兩萬七千公頃 第二期差不多兩萬公頃 那從去年開始 農委會就希望取代 用保險來取代天然災害 所以它保險有水稻有分為兩種 一種是基本性 基本性就是農友去農會那些定期 所有的保費就是農委會來負擔 只要這個鄉鎮減產超過20%以上 就可以理賠1.8萬一公頃 滿百塊的補助 如果農友想要再加碼 還有一種是加強型 那加強型的部分就是鄉鎮 第一期減收5%以上 第二期減收10%以上 就可以來做補助 加強型的部分 農民就要自己來付費用 農委會的部分是付50% 那縣長也很重視我們台灣 我們彰化也蠻多的稻農 所以我們在線裏的部分 我們幫農民來付25%的一個保費 也就是說農民自己付25%的保費 可以拿到這個加強型 加強型就是用1公頃 6千公斤這個基準去算 低於6千公斤 它就可以補這個產量的差額農友 台灣依農力國農業是更加日本 第二期減暖化提供人災還不斷之下 只有1萬3的制度 才可以為生態的環境 和生態的影響 新中華新聞 白表林中華 蔡宏不得